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ason 哎呀 你干嘛这么娘娘强强的 我是Eason 好的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个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 然后大家都在讨论的 但是我一直不太想碰的一个话题 是 就是Arizona重新算票 他们终于官方公布了 这个结果真的是让我好等啊 我等了好久好久 他们一直当时说 在那个体育馆里算不算什么 后来体育馆说 不行 跳跳搬走 人家有活动 然后又搬走了 反正中间真的是经过了很多的波折 然后也经过到了很多的拦阻 那当时我就在想说 那这个结果到底能不能准 那个票搬来搬去 然后中间有这么多拦阻 又这样又那样 能不能行到最后 对吧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一定是有事 对 他们想要掩盖什么东西 才会一直阻然这个东西出来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下架 而且铁定被黄标 我们每一个影片都被黄标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想帮助我们 可以去到下面的link来 为我们买一杯咖啡 或者是在paypal上面 跟我们有点资助 因为我们真的所有的影片 基本上都被黄标 你找到不被黄标 基本没有 对 所以就是对 我们在youtube这方面 确实没有什么收入 也欢迎大家来找我们打广告 大家看到吧 最近我们打了那个指甲的广告 或者等等 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企业 不管你是想跟我们 没有任何类型的商业合作 都欢迎大家来联络我们 如果各位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话 因为这个资讯 全部被所有的主流媒体封锁 就是大选几个月后 亚历桑那州吵得很凶 就有了audit 中文就是验票 那除了OAN这个新闻频道以外 他们从都跟到尾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资讯 一直到现在 结果现在大选结果出来了 是并没有找到极大的误差 no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and count of the ballot and the official canvas result for the county in 2020 election 这就是你目前在各大媒体看到的标题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到底可信不可信 什么意思 共和党花了一大堆钱 找了一堆专家 什么cyber ninja那些东西 然后手工来验票 结果跟官方统计的结果 没有差多少 那拜登原本在亚利桑那州 赢了10457票 验票后他多了364张票 怎么样的呀 谁验的呀 你怎么验来验 因为他多了300多张票呢 对啊 如果你看这个标题就停下来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很糟糕啊 就会这个样子 但如果说你点进去文章里面看的话 他就会提到就是2020呢 哪个区哪个选区 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问题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证据 证明成千上万的选票是非法投进投票箱的 或是非法的计票结果 意思就是有一些票一开始就不应该出现在投票箱里面 有一些票是真的被合法的选民投进去的 但是他们的票不应该算进去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投票的规定 就是一人一票 所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投票那个地方你就没把住 那你到后面怎么算 那就是千丝万缕你就很难搞了 所以就是投票的地方一定要把入关 你就是你 然后你就只能投一票 等等的就是这些问题 结果呢 说明有超过一万七千多张的票 就是回忌信封是重复的 还有 还有Maricopa County里面的这个记录有六千五百四十五的 early voting的这个回忌选票这个信封 因为验票结果没有这些 而且有一万五千零三十五的邮寄选票 是从已经不住在亚利桑那州的人投出来的 然后里面呢 有六千五百九十一的邮寄选票是已经搬离亚利桑那州的 然后有1718票是还在亚利桑那州 但是他已经搬离了Maricopa County 他不应该在那个County里面投票 这些其实都是违法的嘛 因为那人都不在你投什么票 对没错 那你这些数字的话 你可以去看The Federalist里面的报道 其实很多的这个数字 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 那这代表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相信什么呢 对不对 是拜登赢了亚利桑那州吗 还是拜登没有赢亚利桑那州呢 讲这个话要非常小心 讲的话的话会被下架 没有错 这次的验票结果就是 手工计票跟官方公布的数字没有差太多 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选票在投票箱里面 因为光是第一个数字 17000多张的重部选票 就可以翻转整个亚利桑那州了 因为拜登赢亚利桑那州的票数不到11000票 好像是10400多票而已 那这个就非常值得怀疑这个选举的正常性 但是呢 我们也不会去探讨这些东西 而且也无法探讨这些东西 只有主流媒体在那边说 验票结果是我们对了 OK 川普输了 拜登赢了 那这些选票原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计票箱里面 而且我们也不能做什么的这种感觉 而且我们在这边说的东西也就是很简短的数字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他那三个小时的讲解 说什么他们是怎么验票的啊 什么blank really blank super blank 什么scribble really scribble super scribble 之类的他们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去看这个影片 那对我来说呢 对我个人来说 这代表两件事情 就是选举的制度有非常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这次验票的结果非常非常失败 我们的选举制度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关系 很多的州执行了全面性的邮寄选票 这个原本就是一个最好作弊的一个东西 那另外一个就是民主党的州打着反歧视的名义说 投票不用看ID了 这个就是更促成大家作弊的最好方式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弄掉 选举作弊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要怎么样去避免作弊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让作弊更困难 原本就是否定 邮寄选票跟投票抗ID是基本常识 但是现在民主党说这些是基本人权 反对就是在反人权 其实就是在帮忙选举舞弊 那第二个呢就是经过这四五个月的这个调查 其实他们出来的结果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结果 就是有选举舞弊 我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开心有这个audit 因为我以为是可以把谁作弊 他投给了谁 然后谁搬家了之后还投票 谁重复投票 然后谁重复的用这个地址去投票 然后谁使用两个名字去投票 这些人全部都公布 然后这些数字全部都放在这个法院上面 然后直接告到最高法院 结果他们连这些人投给谁都没有公布 一万七千多张的重复选票 有多少百分比投给拜登 有多少百分比投给川普 都没有公布出来 让他们出来跟大众交代 为什么重复投给拜登 有没有人指使 没有的话为什么作弊 然后罚款没钱的话抓去关 有的话FBI保护做污点证的 指出来是谁指使的 慢慢的去查上去 看到底是谁在作弊 结果什么都没有 只说就是有很多问题 但是拜登还多了364张票 这简直就是一个玩笑 没有找到任何大规模的选举 但是有众多的投票异常 那这个还要你爆料吗 对不对 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 比共和党的人还要多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 亚利桑那州的人会相信这一点 他们讲的东西全部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 他只不过是说 把具体的数字列出来了 一万多少多少张选票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然后就没然后了 就那你花那么长时间 你花那么多钱 你去查这个东西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就是还想告诉大家说 就是有5B 对啊我们已经confirm了有5B 然后是多少多少数字 我们不要知道数字 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出来 有一个解决办法 有个解决方式 就你出来了 然后你拿这个你要干什么 对你要把这些人告到哪里去 那这些人是谁 就这些人全部都揪出来啊 然后你以后又怎么用这个东西去改选举法嘛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Rudy主党也开那个记者会 跟CD票一起 他们第一次开记者会 然后好像就是声势很大 Rudy主党也就说 你现在去audit这些票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因为这是选举的票 然后这是选举的envelope 然后呢 他们全部对在一起 那这就是一张选票 这就是一个合法的选票 票都已经投进去了 不管说这个是有没有问题的票 就是已经在里面 那问题是这投票的过程 还有这计票的过程 如果你把有问题的选票再算一次 它就是还是一张有问题的选票 对就是你100张选票 如果50张是作弊的 那你再算一次的话 那还是100张选票 所以说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那这里我们遇到两个难题 我们想要改选举法 但是我们又不能以联邦的法律 来改变选举法 但是不透过联邦法律 来修改选举法的话 又没有直接的效用 例如賓州在选举前两个星期 直接改选举法 这个是违反賓州的宪法的 但是賓州的最高法院不去管 然后賓州的国会议员也没有告上去 那么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个法律如果说没有执行的话 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但是如果要求联邦的法律来管的话 就表示未来州的选举 州的选举人 州对于联邦的选举 联邦都有权利去介入 那么民主党如果跟现在一样 从全部全面执政的话 会放过这个作弊的机会吗 现在无限发放邮寄选票 就只有蓝州哦 到时候就是民主党会说 全国都要寄这个邮寄选票了 这个会是你要的吗 绝对不是 我们只能透过这一次的audit来证明 每个州要符合自己州的宪法 而且全面禁止在没有申请邮寄选票的状况下 寄出邮寄选票 就像我这次我还特别说 我不要邮寄选票 他还给我两张 还有要彻底的执行voterID的重要性 以及州要负责 如果州的政府违反了自己州的法律的话 州的宪法的话 需要有一个机制来管控州的政府施责 不能不了了之 这次的audit好像说了很多 但是却好像什么都没说 立了一堆例子跟弊端 但是没有说到重点 指出来一堆问题 但是却没有任何解决方法 结论就是这一次的audit其实很失败 或许是为什么这个RNC这一次 一开始想要掩盖这一次的audit结果 因为他们也知道很多人都在期待 很多人都在等 你们那个阵仗闹那么大 因为刚开始他们在做这个audit的时候 左派就说 你们这是浪费钱呢 你们这是浪费时间呢 你们这种行为不合法呀等等等等 他们找了很多很多的理由 那当时那个压力是都扛下来了 但是问题就是你一直被人那么诟病 然后左派一直那么说 那你现在你到底拿回来的什么 其实他这一次他跟什么Dominion 然后什么Cyber Ninja 然后什么Data被erase 然后寄出来什么 都有记录在那个地方 然后很明显就是说 Dominion这家公司有问题 然后什么这次选举舞弊 其实是有了 然后作弊太容易了 但是你除了指出来这个东西 他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数据出来 但是他没有恐怖 或许他们手里是有确凿的 每一个非常细节的证据 他们可以拿去就是打官司之类的 就是你不需要说 你告诉我们 你告诉我们也没有用 我们又不是律师 我们也不是法院 你最起码是有这些东西 然后你真的在这个后续 你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右派开始出来就是呼吁 亚利桑那州的政府是2020 选举人无效 这代表什么呢 最近在很多这个讨论版上面 出现了一个影片 就是几个国会议员在那边 造势大会上面说 我们要提出 2020选举人无效 decertify the electors的影片 很热血 很热情 听起来很爽 但是基本上 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我不是不希望川普回来 我相信我比很多天天说 希望川普回来的人 都希望川普赶快回来 但是这个audit并没有帮到太多忙 这个audit并没有显示大量的选举舞弊 并没有显示大量的作票 并没有显示民主党在操控选举 就连川普赢了都没有 拜登还多了364票 这只说就是我们大选有很多问题 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就知道的 那川普如果能回来的话 也是要证据确凿 然后民主党犯罪确立 背后的黑手明显到发白了 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觉得才有可能推翻掉 2020的选举 那现在说什么 选举人无效这些活动 只是打击血 然后要捐款 只是浪费时间跟浪费钱 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我们还是希望 这些有权利的人 能真的去做一些事情 就不是说这个结束了 就结束了 像麦克林德尔他之前 曾经有过72个小时的直播 就说要揭露大选舞弊 就是你说麦克林德尔他爱不爱国 他蛮爱国的 我听了一部分 我觉得就是跟教会里面的 川普英的那个要什么 见证很像 就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了什么东西 你告诉我 你在当下你在计票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 对他去请圈的那些证人 其实在大选那个期间 已经上了很多电视很多新闻 这些人全部都上电视讲过了 他只不过就是做了一个舞台的形式 把这些全部都集合过来 然后你们挨个儿讲说发生什么 他们讲的事大家都知道啊 大家也都听过了 大家也都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就是有这么回事 但问题你在法律的层面 这不是说你讲一讲 然后有点人证 法律层面就能过的问题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为啥他敢说他拿出五百万 说你挑战我 为啥没人挑战 因为他啥也没说挑战啥 这个就是问题啊 但是现在呢 这个麦克林德尔他希望大家一起去签这个情愿书 说敦促最高法院能够受理选举舞弊 那我们到现在对于这个大选的事情 我们心知肚明就是有舞弊 而且是有大量的舞弊 那这些人去查查查 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就是签情愿书的东西 反正也花不了每个人多少时间 能签就去签一下 希望他们真的能做出有效的 然后把这个给推翻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一个是要让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作弊 拜登就是作弊上去的 第二个就是voterID 这么明显的东西一定要实行 应该是各个州马上就去做的一个东西 像麦克林德尔这次的这个东西 我也觉得是应该要去签的 因为尽管可能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要让最高法院知道说 这些东西是有名义的 而且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声音 但各位要知道的就是 最高法院不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机制 最高法院是三权分离里面 唯一一个不是被民意去做的事情 那他建国国库在创造这个机构的时候 他们要的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不要被民主控制 然后一切要依照宪法来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东西唯不唯宪 这次选举其实最高法院不太去改这个东西 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最高法院既然不是民主选出来的东西 就不能帮民主做决定 所以说选举这个东西的话 最高法院第一个是很不愿意去碰 然后也很少碰 然后除非逼不得已 明天就没有总统的时候 他才会去做这个东西 像那个2000年的时候 Al Gore跟 Bush 的那个东西 才会这个样子 那么迈克林掉这个东西的话 一定要去签 我们至少要让他们知道说 We are concerning our country and we are concerned citizens 然后我们要去 我们对这些东西是有一个报复 然后是希望他们可以去做这个决定 然后给一个公平的判决的 是 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个link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点这个link 签上你的名字 签上你的联络方式 一起来敦促这个最高法院 让他去受理这样一个总统 就像你说的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对这个是不满意的 你们不能把我们 当傻子一样骗来骗去的 就你们说啥就是啥 那这是民主国家 对吧 联邦也好 或者是在像加州也好 其实民主党 是掌握了非常大的势力 更多的基督徒也好 或者是更多的右派也好 其实都要去竞选 要进到这个里面 而且我觉得 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的色位 开始做起 你要认识你的邻居 你要认识你的小孩 在学什么东西 你要怎么样带你的小孩 你要参与在你的小孩里面的教育 我们的改变不能靠一个 由上而下的这个机制来说 对 我们要由下而上去改变我们的政府 是 我们或许这一代很惨 然后我们真的是 惨到一个炸掉 等这些人死掉了之后呢 我们下一代或许更惨 因为他们还是被左派的教育里面去 再去执行这些东西的 但是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的机会会比我们好很多 因为他们受的是一个正确的教育 他们受的是圣经的教育 他们受的是保守派一个符合基督教的一个教育 然后是符合宪法的一个教育 我们教他们爱国 我们教他们爱彼此 我们教他们做一个正义的人 然后不要左右摇摆 变成一个LGBTQ支持者 然后变性 什么什么东西的 为什么加州 有什么刚签的嘛 对不对 小孩要变性 不需要经过父母同意 这个东西怎么会出现 这个从 把小孩从家庭里 隔出来这个东西 他们知道的很清楚 他们非常知道说 如果说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话 如果说要改变这个政治的话 政治体系还有整个社会结构的话 就是要改变小孩的教育 那我们也应该要知道这一点 我们的敌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我们不能再一直期待一个 川普会回来解救一些 Larry Elder会回来解救一些 只要共和党整个美国变成红的 美国就会好了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It works with your education It works with you 所以说你一定要从草根开始 然后做好自己 不要期待一个救世主 或许听起来很困难 或许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 或许每个人都懒得做 但是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 可能不像说你今天做了明天 很快就能看到结果 但是在你的下一代 在他的下下一代 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结果 而且如果你每个人都这样去做 一定会有一个大翻转的一天会来到 如果你要是不做的话 下一代下一代全部都是超左派 你到时候走在街上 你分不清男女 怪兽全部都跑出来 就是会变成那个样子 然后到时候会变成一个 纯共产主义的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这些 作为一个平民老百姓来讲 我们能做这些 我们就是要尽力的去做 然后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都要做好 这个就是能够彻底翻转的一个东西 我要说特别去期待 川普一定要回来 回来之后就一定要好了 每个人都是川普 你也是川普 我也是川普 神不光使用他一个人 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都有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都有神让我们能够发光发热的地方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根本的去改变我们的文化环境 这样的话你的孩子才不会被左派的思想带跑 你的孩子才会变成一个正义的人 如果正义的一代再有了正义的一代 再有正义的下一代 你就这样去算吧 那个演算法的话 你会看来到时候就 你期待的那样一个场景就是会实现 所以这是很有盼望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很忧心很烦闷 你出去一看天是蓝的 鸟也在唱歌 神把一切的东西都赐给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都丰盛充满 每一天大家就是用开心的眼光 向着标杆直跑的这种眼光 一起去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啦 加油 好我是弗丽亚 我是伊克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